你最开始好像有来有参加过选秀比赛 是不是有选择王力宏的歌曲 那时候有 那时候有唱什么比如说龙的传人啊 或者像公传自传啊 什么这些歌曲 因为都是很好听的歌 你会觉得选择他的歌 比较能够展现自己的歌产实力 其实那时候歌台的男歌手比较少 其实我们觉得选秀歌手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参与到 电影的歌曲创作当中了 而且很多人的成绩都是非常的不错 像张亮颖啊 他在2010年的电影当中 其实就演唱了很多首的歌曲 张亮颖就属于电影歌曲的 我说他属于劳模级别吧 说他是2010年电影乐坛的劳模 真是一点都不为过 实力唱将张亮颖 一向是电影乐坛的繁忙姐 2010年他依旧很忙 先后为西游记 80后和歌舞青春中国版三部电影现唱 张亮颖为何对电影音乐情有独钟呢 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还是会觉得电影歌曲对我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因为以前更多的在专辑里面是唱自己的情绪 但是在电影歌曲里面 你要学会去揣摩角色的情绪 还有导演编剧想要表达的一个情绪 所以这会对自己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电影歌曲不仅帮张亮颖提升唱功 更帮他成功上位 在电影80后的插曲 这么近那么远当中 张亮颖就抢了制作人的饭碗亲自上阵 这么近那么远我一听就特别的喜欢 所以我决定我说可以我唱这首歌 那我就要拿过来百分之百的我自己做 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给自己当制作人 第一次给自己当制作人 张亮颖绝不含糊 因为他们要这首歌也要得比较急 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又是比较匆忙的时候 这首歌我是从半夜两点多开始录的 等到录完歌跳完唱把所有都弄完的话 我回家已经天亮了 这么近那么远走在世界的后面 我满手讯录不愿看到内心的亲脸 这么近那么远现实和梦境相点 月光交接水月光线 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 如果说熬夜录歌拼的是体力 那么张亮颖在为电影《歌舞青春》演唱主题曲 《我非故我在》时 靠的可就是想象力了 原本她期待在这首歌当中 能与林俊杰合作一把 没想到却连林俊杰的面都没见着 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跟JJ 因为JJ是非常好的一个歌手 可以跟他合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我们今天在上海跟那个江蕾营录音 然后JJ那部分她在台湾 这边录完就发给我们听 然后我们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在修改 然后就把两个结合在一块 不仅录歌要隔空对唱 连MV的拍摄都让两人无缘相见 这可苦了毫无表演经验的张亮颖 我是今天来拍 但是她要明天才有时间 所以明天她也会在这边 想象这边是云 想象这里有一只蝴蝶 然后想象旁边有一棵树 然后想象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 就在背后唱歌跳舞 再有一种期待 叫做未来 看见未来 只要很顺利勇气 在我的舞台 闭着眼晚也能飞起来 我会活得精彩 看彩虹有多少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这种合作方式 真的挺有意思的 这种异地录歌 这个支持作为歌手来说会经常碰到 那你这么说的话 看来你还是深有同感 男才女帽组合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们也有过 而且就是要想象的那个很开心的画面 耶耶耶就把歌唱 你会想象的是七威吗 我会想象其他人 不过呢 还会有很多歌手也有这样的经历